音樂 我們的團隊在代表賣家時有一個目標 非常簡單的目標就是將他們每間屋的需求量推到最高點 統計指出現時看買屋的人有八成的人 其實是他們自己現在有家屋 這八成的買家他們可以有兩個選擇 就是可以選擇先買或者先買 如果選擇先買的話 不是每一個買家第一有經濟能力 可以同時間有兩間屋 可以承擔兩個房屋貸款 有些人是可以承擔兩個房屋的 但是也有個可能性就是 他們可能將第一間屋賣出來的時間 會受到阻滯 同時間有兩間屋在手 也不是一個好的情況 第二個選擇就是可以選擇先買 如果先買的話 情況也一樣也未必可以很順利地 這樣找到自己心儀屋 喜歡屋 或者未必可以順利可以配合到那個時間 將第一間屋賣出去 很多時候可能要搬兩次 會造成很多的不變 現在我們在房地產市場看到的現象 就是舉例兩夫妻想買這間屋 她進去看的時候就很喜歡 非常之滿意這間屋 他們有兩個選擇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兩夫妻說 這間屋真的好滿意 但是可能我們的購買協議 被接受的機會會比較低 因為我們這間屋都未放上市場 錢都未到手 覺得賣家都不會考慮 很多時候他們就這樣走了 將機會錯失了 另外一種買家就 不管那麼多 他真的太喜歡這間屋 他們就真的落筆寫購買協議給賣家 價錢也是合理的 但是在購買協議上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跟賣家說 我對你的家屋很有誠意 但是你必須要等到 我將我的家屋放上市場 找到賣家 拿到滿意的價錢和條件 進入Escro 成交了 錢到手過戶 才有錢去買你的家屋 去做成交 我試問一下你 本身是一個賣家 你會不會接受 這一類型的購買協議 我們公司是一個房地產營銷公司 我們不斷想辦法 怎樣去幫助買家的同事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的賣家 去將那間屋的需求量 推到最高點 我們在所有我們的廣告 所有的社交媒體 所有的廣告牌上面 都會見到有一句說話 就是說 買這間屋 我們公司就會把你的家屋賣下來 舉個例子 當我們代理你的家屋的時候 如果有買家看中這間屋 我們公司就會跟他說 作出一個保證 我們公司會代理幫你的家屋 保證賣得出來 你試想一下 這樣對買家和賣家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好處 好處就是買家不需要等 他見到喜歡這屋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助他去解決 剛才我所說的難題 而怎樣可以幫到你呢 幫到賣家呢 就是可以捕捉到我們 百分之百的買家的來源 賣家我想試問一下 你同不同意 當我們團隊有能力 可以吸納到百分之百的買家的同事 亦都將你家屋的需求量推到最高 不單止可以成功將你家屋賣出 亦都可以得到更高更滿意的價錢 還有條件